因为遍布全球的SAR雷达卫星 是在大洋上寻找敌方战舰的最好办法 SAR雷达成像配合AI图像识别 能够近乎实时的检测到敌方战舰的位置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书 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 外媒介绍中国合作建设天仙座的卫星星座 在刚刚闭幕的中海航展上 我国军工和航天企业做了全面的能力的展示 但是大部分媒体都关注着导弹无人机战斗机 这些军迷耳术能详的产品 对一些技术含量很高 但是并不起眼的产品就不太关注 但是海外媒体还是有目光敏锐的 发现了许多的亮点 美国《太空新闻》在10月8号就报道了 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品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38研究所 与民营卫星制造商天仪研究院合作 将要共同建设一个名为天仙座的 X和C波弹的合成孔径雷达星座 简称SAR 这个星座将由96颗不同轨道上的小卫星组成 第一批卫星的发射定在2022年的2月份 由长征8号火箭执行 为什么说这个SAR星座具有战略意义 实际上美国海军新闻网站前几天 结果我们展示了一个例子 9月27号美国海军新闻网发布了几张 由美国商业卫星公司卡佩拉空间公司的 X波弹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拍摄的照片 显示了在我国某个海军码头上 停放的几艘022型的导弹快艇的雷达成像头案 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022艇是采用了隐形设计的 因此这些照片上的022艇并没有显示出清晰的外形 而是有许多模糊的斑点构成整体轮廓 或旁边码头上的人形不大的成像 形成了明显的差别 美国海军发布这张照片 威胁意味是很明显的 你不是隐形吗 我们还是能够看到 不过这些照片并没有什么高不可盘的技术含量 在2020年的12月份 中国电科38所就已经发射了一颗天仙座的 试验星海思一号 这个海思一号是一颗重185公斤的小卫星 在今年已经出名了一次 在今年三月底 在苏伊士运河堵船的事件中 他就拍摄了长四号货轮的清洗的照片 在珠海航展中 电科38所的工作人员还展示了海思一号 联系拍摄的阿富汗卡布尔机场的照片 在这些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洗的看到 停在地面上的飞机的数量 在减少证明了北军撤离的进度 合成孔径雷达SAR 是一种高分辨力的成像雷达 雷达沿着已知的漏进飞行 在飞行的过程中不断的发射出电磁波 也不断的接受反射的信号 飞行漏进本身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雷达天线 这就是合成孔径的意思 合成孔径雷达成像的效果 并不如可见光照片清洗 只能显示有光点走成的黑白的灰度图案 但不要小看它 它可以穿透云层和大雾 也不受光照条件的影响 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它能够全天候的工作 过去合成孔径雷达一般都是安装在飞机 或者是无人机上面 但是最近十年将合成孔径雷达 安装在卫星上成为了趋势 中美俄都有军用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 而商业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 也发展的非常的快 在我国天线座也不是唯一的商用的SAR星座 近年二月 北京智能卫星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就开始为它的SAR星座计划进行采购 计划在2022年建立一个 由12核X波弹的SAR卫星组成的星座 并且于今年7月份 与中国电科第12研究所签署了合作协议 这个12所是国内微波电子真空设备的领军者 所有这些商用SAR卫星公司 都在大力的宣传这些星座的民用的用途 比如说减灾救灾 国土普查 龙作物的故产等等 但是实际上 他们最主要的用户还是军方和情报机构 因为遍布全球的SAR雷达卫星 是在大洋上寻找敌方战舰的最好办法 SAR雷达成像配合AI图像识别 能够近乎实时的检测到敌方战舰的位置 鼓舞人心的是 天仙座是目前已知的全球最大的SAR雷达卫星星座 这就意味着我们未来在大洋中寻找航空母舰的能力 也是全球最强的 它和东风快递是绝妙的搭配 美国海军还想威胁我们 那想看看自己是否安全吧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